因為魚仔會是那些很樂天 很帶動大家的氣氛 天跌下來當皮靜 會是一個球隊中的開心果 但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比較有陰暗的陰面 即使我會在別人面前是很歡樂的 但其實自己暗地裏獨處時也比較沉 當初知道會跟Stephy合作時都很開心 很興奮 大家本身的背景都相似 以前也是打排球的 然後入行做藝術師就沒有打 所以大家也有聊一些以前打球的東西 發覺她是一個很友善的前輩 她會私底下告訴你有些經驗分享 跟Centro合作也是另一種不同的感覺 因為跟她很快都已經熟絡了 因為整套劇有很多MIRROR的成員 很少不免我們其實最初就會像一堆一樣 但她也會很融入我們 即是跟我們聊天 跟我們一起去玩 我也私底下跟她約出來吃飯 慢慢做了一個朋友 拍起來的時候 都會有些不知怎樣去處理 因為只有我自己一個有這件事 然後第一次拍劇就有這樣的 一開始會立即看有沒有親熱的鏡頭 很尷尬 其實本身有一幕是要親嘴的 然後我也自己有跟花姐說 我不親嘴 親臉都那麼好一點 沒有那麼尷尬 到最後導演也同意了這件事 可能是比較照顧周到 我是一個絕對還有輕色的一個人 因為一拍拖 因為一拍拖 有女朋友就會常常把女朋友放在第一位 都會想怎樣去照顧她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挺瘋的 但未必每一位都喜歡 有這麼瘋的男生在身邊 但如果真的說優點 覺得為什麼之前的女朋友會喜歡 可能真的比較照顧周到 我是一個絕對還有輕色的人 是的 她也是比較重義氣 重視朋友的一個人 那我自己就 我想我不是 我都反過來 我可能仲女朋友 可能 就是朋友都重要的 但是女朋友又需要 比如她說 不用開聲 就是一有空餘的時間 可以陪到 都是會首選陪到女朋友 是很好的 在排球的身為 學習了太多 跌低再站起來 所以之後就覺得 跌低是一定會的 但一定要站起來 所以其實 由 由 那時候打排球 開始有可能 一兩次想放棄 但都振作站起來的時候 自此的人生 就沒有再想過放棄了 對 大家就是 有錯吧 不要緊 但你一定要站起來 繼續向前走 因為你每次想放棄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自己 為何一開始 要開始這件事 還有 更加重要的是 我自己 給自己做事的一個座右銘 都是 你不是見到有些希望 才去堅持 而是你堅持了之後 你才會有希望出現 你才會見到少許的燭光 你才會邁向成功的一步 對 我覺得是 都因為 做運動員 帶給我的 一樣 學習到的地方 就是從小到大 如果我 一有了目標 我會很 只是看著目標 做 所有事情 我要達到目標 所有事情 我都會做 會很自律 這件事是運動員帶給我的 一件事 還有 以前 都會 一上到球場 就很火爆 跟球場下 是完全兩回事 因為 那個好勝心太強了 就會 有時 對於一些得失 很太著緊 但是 後來慢慢 一路開始打落的時候 就發覺 這樣會影響身邊的人的情緒 以及 都很影響大家 怎麼看你 不只是放大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想法 反而是放大身邊的人的感受 因為我是第一次傳 以前 以前經常有個想法 就是我設定了給你 你就得到分 你得不到就是你的問題 但後來就慢慢轉變 到我設定了個球給你 但你得不到分 應該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的職責 就是輔助你去拿分 做這件事 就會開始跟大家溝通 你想要我怎樣的球 我可以怎樣配合 怎樣幫到你 後來就會發覺 這樣才是一個 團隊運動要的精神 我可以重心放多些 在音樂上 因為其實今次覺得 我今年出了 如果真的說新歌 出了兩首 即是接下來會有一首 其實都是在闖絕之中 或者在工作之中完成的 就很希望之後 真的會可以 是專心去寫到一首歌出來 而是自己又很喜歡 很有信心 作曲 李宗盛